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竹皮是不是滑滑的 如果今天我要用這個毛筆的落枝 然後沾上去的時候 它滑滑的根本沾不進去 滲透不進去 所以這個竹片的製作過程要怎麼做 我們把它削成一片一片之後呢 它的皮要這樣那麼薄薄 有沒有 把竹皮弄掉 可是我不能直接拿來寫耶 因為過沒多久你會發現竹片都發霉 所以得要削完 因為有竹青 剛剛都講過了 什麼棉縮拿過來 什麼棉縮拿過來 對不對 最後 稍微說 Let me see do le 藍色的線索拿過來 好 我們再來一次喔 Do le 她是朱宇豪 今年二十一歲 文藏外語學院二級英文系 從小眼睛全忙 別懷疑她要如何學習中文 她的英文和日文也好得沒話說 有授業嗎 授業現在沒有授業 授業現在沒有授業 先輩 最近元気 什麼 什麼 現在 什麼 現在 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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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和歌 對 對 我的勢力狀況是在出生六個月後發現的 那那個時候 因為父母親發現 我的眼神都沒有辦法對焦 她想啊 這糟糕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她就帶我去看醫生 那看了好幾家醫生呢 其實也檢查不出什麼原因 那最後呢 有個醫生他就確定 我是終身 視網膜病變 黃斑不結巴導致我全忙 羽豪小時候曾經念過啟明學校 但父母堅持在小學三年級時 把他送到一班學校就讀 別人用眼睛看這個世界 他則是用心去感受這個世界 也用心去感染了身邊的人 開朗的他交了許多明眼人的朋友 認識同學間的開心果 每天中午 他都會在學生餐廳和朋友一起吃飯 順便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這次我還在學校 我現在就在學校 這次我還在學校 這次我還在學校 自己在學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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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 高雅姿做什麼動作 他覺得很好笑 我跟他說 那個人好像做我比較像 我們今天如果去美食館就說 耶 我們今天要去吃鍋貼 耶 我們就吃吃到飽 好 你看 抓到了 是蠻特別的 可是因為以前 可能就國中的時候也有跟盲生相處 所以我覺得 就 就還蠻習慣的 然後就是他們很多東西我都還蠻了解的 因為我也不怕 不嫌麻煩 然後就很喜歡幫他們 朋友對我也蠻重要的 因為幫我的人蠻多的 那我也有遇過一些 對我很好 然後我們也是真的 很深交的一些明眼的朋友 尤其是我現在在一般學校 跟這麼多明眼的人一起相處 他們重要是重要是說 因為我從他們身上 不要說他們從我身上有沒有需要東西 我在他們身上我也學習到很多東西 因為他們的生活 比我們更寬廣 所以我也從他們的表現 從他們的言語之中看到 去發覺到說 原來他們生活也可以這麼多彩多姿 那他們可以我也可以 從他們身上我可以認識到很多的不同的新鮮事情 或者是我增加更多的生活的嘗試 生活的一些經驗 然後這樣子我更生活化 把自己弄得更像明眼的人 所以我以前會就是大概每個禮拜都會一兩天 都會來跑步這樣 對啊 互相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啊 什麼 對啊 學長多情意 對 學長欸 沒有他平常沒那麼客氣 沒有啦 平常就直接 欸 就當朋友 沒有課喔 沒有學長弟的分別 就 感覺好像都很親近的朋友 我覺得 因為有在他們背後的 幫我 扶持我 比如說一些生活上面的 或者是課業上面 所以不管當我有時候遇到什麼事情 遇到什麼不如意 我都會想起那些曾經幫過我的朋友 因為是他們 可以讓我走過 我人生中的困難 因為是他們讓我 發覺到說 原來這一生中 不只是我孤孤單單一個人 在這個世界上奮鬥 還是有很多人跟我一起 來奮鬥 不因為我的 他們讓我看到是說 我的眼盲 其實只是眼睛上面的盲 但是我其實 心理上面 可以不盲 也可以和他們一樣開闊 所以他們給我的就是一個 很大的心靈上面的後盾 還有支持 雖然宇豪跟一般大學生 沒有太多差異 擁有許多支持 鼓勵他的朋友 生活也過得相當精彩 但如果有一天他能看到了 他最想做的是什麼事呢 如果我今天 有一天我看得到 我其實蠻想去看看 人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很想要去看 什麼叫做帥 什麼叫美 或者是什麼叫正妹 什麼叫帥哥 外國人 為什麼外國人那麼女生 那麼尷尬外國人 搞不懂 這是為什麼我想 了解的地方 一些形容詞 比如說顏色 光 他們說顏色 什麼叫顏色 顏色 比如說我只能說草地 那我知道草地是綠色 為什麼 因為我是用顏色跟物體做結果 那這顏色看起來是什麼樣子呢 這個就是我最好奇的地方 生活有100種方式 面對困難與逆境 宇豪選擇用最樂觀的態度 去擁抱上天給他的缺陷 超越身體的障礙與限制 在音樂學習中有傑出表現 活出快樂與自省 他也利用盲生專用的 導盲鼠系統電腦 開啟它與外界溝通 學習的多元橋樑 扣去文藻外語學院後 更常參與市場協會表演活動 在學校也積極參與服務性社團 帶領兒童營隊 希望透過自己的經歷和表現 讓其他人得到鼓勵 他跳脫市場的局限 扑出一首首 美麗又充滿鮮命的業障 我常常在想就是 如果我今天沒有眼盲的話 我的生活不知道會過得怎麼樣子 那會不會 就像我剛剛那首歌 看不見的眼淚 有一句是說 這是上天給我最大的禮物 到現在我覺得 眼盲它不是一個盲 它是上天給我很大的禮物 是因為 因為也許有這個眼盲 讓我可以跟一般人過很不一樣的生活 或甚至是比一般人過得精彩 那我因為眼盲 又出生在這個家庭裡面 所以我學習到的東西更多 我可能體驗東西又跟一般人不一樣 那反而我覺得眼盲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是因為 我不管做什麼 如果我做很有興趣的事情 我的眼盲會幫我加分 因為我會專注 比如說我唱歌的時候 我不看譜 那我就是 完全的把自己 跟那個歌曲結合在一起 這就是我眼盲的好處 所以看到我眼盲的很多的好處 看到人生有這麼多 一件事情它有不同的好處 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過 這樣子的生活 看不見的眼淚 學長忘了學 不會不會不會 謝謝 謝謝